今天早上第1個Trade 就是在這裏下了一個Shot 接著在這裏是Call 這裏平 接著不久它就升了一點 很幸運 現在可能我會看短線 我量度一下 Momentum 如果在這個位置 差不多這個位置 就是102.53 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跌得更加厲害 這個位置是升的 高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1 97.2 這個位置是1 2.1 我現在不會叫 因為它向下的Momentum 就是比率是很均衡的 我想我都會短的 看見到那個Price Momentum 就很正常 這裏呢 我可以下了一個Call 為什麼你下了一個Call 停一停 OK 其實就是因為看回 咦? 怎麼了? 什麼事? 我下了兩個 現在又是PUT 現在又是Short 剛剛下了兩個單 自己也不知道 按錯了什麼按錯了 大家都看到 不要緊了 我先看它剛剛的過程 先下一個Call 先 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你看到我要做一張Call 剛剛在這個位置呢 剛剛打算 有點搞錯 有點搞錯 太過急 第一就是你看回 在這條Call 在錦15分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在同一個位置 這裡是差不多 量度一條線 這個是214 300 是同一個Level 或者這個 21424 在這一剎那的Momentum 在這裡 是-121 看到嗎? 那現在呢 回到這裡 你看回同一個位置 是2.43 即是Momentum 是Going plus direction 是不是 即是一個 就算同一個位置 我們不要去看 只要看Momentum 是不是一個升值 即是 開始上了 所以我就繼續Call 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這個Momentum chart setting是11-12 我看18的range bar sorry setting是14 我看18的range bar 我看18的range bar 再看看 這一格 這個bar 和 這個bar 和這個bar 這個明顯高一點 它的setting是71.97的plus 但是這個 這個 和這個位置 它是093.09 是minus 很明顯看到 是一個 雙充的位置 是嗎? 那Momentum 是少了 那我就保持著 這個contract 這個 這個 我看 是 這個 是 這個 這裡